那另外同一個聽眾 他也特別留言到呢 他想說呢平常啊美容啊 牙齒美白啊做醫美啊 像這樣的費用 他可不可以在這個公司報稅的時候 當做一個交際費用 把他衝銷掉 當做一個費用這樣子來互相抵扣啊 這個醫美可以算是交際費嗎 會計師可不可以幫我們解說一下 好大部分都是不行的 除非他這種牙齒美白 或皮膚美容 是要恢復到他原來他是disable 假設他是這個 出了一個車禍啊 然後要補回來 對要恢復的話 那種費用才能抵扣 那那種費用就算抵扣的話 也要超過他這個交準後出額 對不起 AGI總收入的7.5% 超過的部分才能用來抵扣 OK 超過的部分 7.5%才可以抵扣 但是他抵扣的時候 是可以叫交際費嗎 還是有別的費用可以來做啊 因為交際費跟醫美 這個是有相關的是不是 對 那算是醫療費用 就是他假如是 不過他必須是 因為殘障而產生這個費用 假如不是的話就不能抵扣 是的 太好了 這個理會知識解釋得很清楚啊